踏入2023年看一看各地迎接新年的活动 香港尖沙嘴的海棒举行了跨年到处活动 吸引了大批民众共庆新年 踏入到2023年的一刻 维多利亚港的沿岸烟火璀彩 香港旅发局安排了加强版的换彩油香浆 烟花光影的会员 沿岸有多栋商业大楼也参与 江沙嘴海棒一带在入业之后就人流不断 文化中心外的大楼梯在下午的5点起就已经封闭 并且实施了人流的管制措施 有市民表示今年节日的氛围较以往是更加浓烈 多了人外出相信是和社交距离措施的放宽 以及市民开始习惯疫情生活有关 而有内地的旅客认为香港的跨年气氛 比内地要更加浓烈 也有市民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的完结 让香港经济可以速速